不能大意的因为南韩的例子 真的要特别当心 南韩在今天呢 又新增了161个人的确诊新冠肺炎 短短三天 确诊人数从231例 那么累积到现在已经突破了760例 死亡人数也增加到7例 那不止如此呢 南韩的四大军种也全部沦陷 有11名士兵确诊 就连海军陆战队都有确诊的士兵 南韩军队有7700人 被遭到隔离 先前赴以色列朝圣回国的39名韩国民众 更是多达29个人确诊感染 这也让宗教活动成了最大的感染源 所有著名的明东圣堂 神父信徒全戴上口罩 非常时期 南韩各地教堂都祭出防疫措施 或是干脆暂时关闭 全都是因为大秋新天地教会 造成的群聚感染 在全韩掀起恐慌 南韩民众更在清瓦台发起请愿 要政府强制解散新天地教会 联署人数一天之内 就火速超越门槛20万人 清瓦台必须做出回应 不过成为众矢之地 新天地教会却喊冤 说自己才是最大受害者 言词呼吁要民众停止无名化 其实新天地教会这次几乎占了 南韩确诊者的一半以上 问有还没报道 新天地教会会采取独特秘密传教方式 隐藏身份倒别的教会传教拔装 教会的附属设施更是多不胜数 有的小型聚会一般民众参加之后 根本也搞不清楚是新天地办的 导致曾经曝露在感染风险当中 却不自知 不使新天地教会成为防疫大漏洞 南韩国军四大军种也全部沦陷 进入海空军都传出确诊之后 南韩海军陆战队也出现感染士兵 军方已经下令 限制军人休假外出 还要求除了用餐时间之外 都得佩戴口罩 全国病疫判定检查也宣布延期两周 希望能够全面防堵病毒 继续扩散